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我们自大流行病开始以来看到的最强大的一次 卫生部长在议员面前谈到 这波疫情不加区别地袭击了整个国家 到达了有史以来最高的发病率 超过了每10万居民500例 一位政府人士告诉法国之声 这些令人震惊的数字 使得相关部门需要在周五召开一个新的卫生防疫委员会 以研究可能的额外措施 面对奥秘和容变体的快速发展 负责流行病的欧洲机构 呼吁尽快采取强有力的行动进行应对 欧洲疾病预防和控制中心主任安德利·阿蒙 在周三的视频讲话中说 在目前的情况下 仅靠疫苗接种将无法让我们防止奥密克戎变种的影响 因为没有时间来填补仍然存在的疫苗接种缺口 法国政府预计 假期前后将有4000名病人处于抢救状态 法国政府发言人加布里埃尔·阿塔尔 在部长会议结束时警告说 未来几周医院的压力将继续增加 他指出 过去两天 法国的发病率已经超过了500 这是法国有史以来最高的发病率 而且在假期前后 重症监护室的病人数量很可能会达到4000人 而在周二 这个数字是接近2800人 一款新疫苗可以用于加强剂量 欧洲药品管理局周三表示 强生公司的杨森疫苗 可用于18岁及以上人群 在第一针后至少两个月的加强剂量 欧洲药品管理局在一份声明中宣布 根据数据显示 在成人接种第一剂疫苗后 至少两个月再接种杨森公司的新冠疫苗 抗体增加的非常明显 这是继辉瑞生物技术公司 和摩德纳公司的疫苗之后的第三种疫苗 德国 希腊 西班牙和匈牙利 正在为12岁以下的儿童开始接种疫苗 这个年龄组是目前最容易受到感染的群体 而在法国 只有处境危险的儿童才被关注 这些儿童患有慢性肝病 慢性心脏病 还有呼吸系统疾病 神经系统疾病 肥胖症 糖尿病 原发性免疫缺陷症和糖氏综合症 然而专业人士呼吁 在未来几天或几周内 应该在自愿的基础上 将疫苗接种活动扩大到所有儿童 一辆高铁东南线原计划在周五运行 法国国家铁路公司管理层 与在这条线路上进行罢工的三个工会进行谈判 以挽救圣诞假期 但是这个谈判还没有结束 周三晚间 法国铁路公司首席执行官克里斯多福法尼什 在媒体面前说 在法国人最需要出行的时候进行罢工 这是很可耻的 法国铁路公司总监阿兰卡拉科维奇说 大约五万名乘客受到列车取消的影响 为了补偿他们 首次出台了百分之二百的特殊补偿措施 所有因为罢工而被迫取消出行计划的旅客 将会获得百分之百退票和同等价值的贷金券 有效期至明年六月底 罢工通知所涉及的另外两天 也就是周六和周日的交通安排 预计将在晚些时候公布 据法尼什先生说 在同样受到罢工影响的高铁大西洋路线上 周五的交通接近正常 工会方面周三晚间向法新社宣布 在收到谈判结论声明后 他们已经决定退出高铁东南线路的罢工 工会说 罢工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 特别是在增加奖金方面 其总书记迪迪埃马蒂斯说 我们一直在等待这一书面声明 已结束罢工 但工会退出的太晚了 所以周五的交通还是或多或少 受到一些影响 法国铁路公司管理层声称 已经积极回应了工会提出的要求 但工会依然选择维持其罢工通知 在法兰西岛 周四和周五已经提前通知 包括大区快线B、C、D和E在内的 十几条线路的交通将被中断 在法国罗纳河口省的马赛 清洁工的罢工仍在继续 垃圾堆积在街头 居民和店主们都已经忍无可忍 眼下他们如何在节日期间组织活动 如何更好地营造圣诞氛围 成了一个难题 这无法避免地引发了很多牢骚 就商店老板装饰橱窗而言 在圣诞节前 他们曾梦想过很多美好的计划 然而实际情况却非常糟糕 在马赛店主们正在遭受着城市清洁工 罢工的影响 一些街道的垃圾堆积如山 一家杂货店直接被垃圾包围 装饰品店的情况也是如此 顾客很少 对于居民和路人来说 这种情况非常令人痛心 一位居民说这让他感到很惭愧 他告诉家人尽量不要来 离圣诞节还有不到十天 这是一个商业领域的关键时期 一些店主正计划自己清理该地区 在老港周围 马赛市通过私营公司 组织了垃圾收集活动 城市清洁工的抗议 主要是针对计划于 明年一月增加的工作时间 12月13号星期一 市政府已经提议 将他们的年工作时间减少15% 尽管一些工会对此表示赞成 但是目前罢工仍然在继续 节目最后我们来看一组简讯 当地时间2021年12月15号 印度尼西亚茂雾市 当地6到11岁的儿童 接种中国新冠疫苗 据印尼国际日报报道 政府从12月14号开始 给6到11岁儿童 接种新冠疫苗 目标是为2680万名儿童 接种疫苗 当地时间2021年12月15号 印度孟买 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 男子装扮成圣诞老人 在孟买一所学校 为学生们分发消毒剂 当地时间2021年12月15号 马来西亚吉隆坡 马来西亚莫迪卡118大楼落成 现已正式封顶 建筑高678.9米 成为世界第二高楼 也是吉隆坡市中心 重要区域的地标性建筑 当地时间2021年12月14号 在加沙南部 汉油尼斯难民营郊区 一个巴勒斯坦家庭 围坐在火堆旁取暖 以上就是本期 环宇天下的全部内容 更多资讯还可以登陆 欧洲卫视网站 以及关注欧洲卫视的 YouTube频道和Facebook主页 感谢您的收看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